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 实际上你就是一个抗笔打车 对对台独武装 我们就像公众捉鞭不足挂齐 开枪台湾大骂台独立场 民进党当局大搞渐进式台独 谁当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更用了谁这个代名词 高调警告全球 作为本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要教 去年年底刚上任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究竟对谁校正答案显而易见 6月1号中美两个军事大国国防部长 打破18个月无时值接触后 又先后透过记者会 针对台湾南海及菲律宾议题叫嚣 但着眼中国针对台湾问题 丝毫没有软滑余地 本周《华盛顿邮报》就这么巧 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团 在台湾南端一百六十公里左右的菲律宾 依拜崖岛演习 倘若真要把黑鹰直升机开来台湾 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奥斯汀指着中国鼻子骂 影响了海上空中的自由航行权 但这飞弹没有让中国低调 还透过东部战区演习示威 释出歼二十海上野马 宣扬海空能力之强 向格里拉厂内厂外炒得不可开交 为印太地区的不平静 持续上演新一波攻防 在新闻亚船报道